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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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正确的算法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 编写程序 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将算法表达成计算机程序 最后在调试运行阶段 我们需要对程序的运行结果进行分析和验证 如果有问题可以返回以上阶段进行修正 直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虽然我们举了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数学上的例子 但是拓展到生活中的一般问题 这个过程也同样适用 在本课中 我们将主要讨论前两个步骤 也就是分析问题和设计算法 在解题过程中的应用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详细的解题过程示例 新学期开始 小明想要体验一下在网上自己购买需要的铅笔 当他在购物车中选择了商品以及购买数量后 页面上立即显示出了总价 请大家思考 购物程序中的总价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让我们先进入第一阶段 分析问题 在这个阶段 我们将具体问题抽象化 先思考本题的数据变量有哪些 然后找出哪些属于输入 哪些属于输出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经过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单价P 数量N 总价S 这些数据变量 不难看出 本题中的输入是单价P 数量N 输出是总价S 而总价是通过单价乘以数量得到的 在经过了第一阶段分析问题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设计算法 我们需要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刚才的分析结果 在第一节课中 我们曾经介绍过流程图描述算法的各种优势 我们不妨就用流程图来描述一下这个算法吧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一起来试着画一画 如果你有些记不清流程图中各种符号的含义 没关系 请参考屏幕上的提示 大家画的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 我们讲过流程图需要有一个开始符和一个结束符 这张图的画法是先把需要的变量全都列出 并且标明它们的操作 然后是计算公式 似乎看起来并没有漏掉什么 但是这张图中的每一个步骤都用了直角G型这种符号 而输入输出框应该用平行四边形来表示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流程图 第二张图纠正了第一张图的错误 但是请大家注意流程的先后顺序 在输出S之前 我们首先要计算出S的值 所以这张图的先后顺序 错误了 正确的画法应该是如第三张图所示 流程图的绘制中 既要使用正确的图形符号 又要注意语句的先后顺序 这里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算法三种控制结构中的第一种 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是一种自上而下 按先后顺序依次执行算法中各个步骤的结构 顺序结构中的每个处理步骤都一定会被执行 这里的处理步骤并不完全是对应计算机的一个操作 也可以是对应组合操作 在算法构建过程中 顺序结构可以解决输入计算输出等问题 顺序结构中 语句的先后顺序很重要 在刚才的计算总价算法设计中 输入处理输出之间的顺序 是不可颠倒的 有时候能否合理安排顺序结构内 步骤的先后顺序本身 可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算法关键所在 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例题 用户输入变量A与变量B的值 算法交换两者的值 然后输出 我们还是先进行分析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 需要用到的变量是数据A和数据B 它们既是本算法的输入 也是本算法的输出 算法处理的核心是设计一个能交换它们值的方法 大家不妨来试着设计这个算法 请拿出值和笔 将流程图空白的部分补充完整 以完成交换两变量值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有自己的答案了吗 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是把A交给B B交给A 就认为两者已经交换了 比如先执行A复值为B 再执行B复值为A 那么如果颠倒它们的顺序 是否也能完成交换处理呢 这两个步骤的先后顺序 是不是不那么重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从变量复值的规则来谈 在第一课中 我们已经学过 程序中的变量是数据的存储单元 变量的复值 实际上是通过变量名 找到相应的存储单元 然后将数据存放到其中 为变量复值的工作 是通过复值号来进行的 复值与据的一般格式为 变量 复值号 表达式 在复值号的左边写的是变量名 复值号在流程图中 可以用左箭头或者是等于号来表示 在弥笔程序代码中 只能用等号来表示 复值号右边的表达式 如需运算则先进行运算 然后将运算结果 复于复值号左边的变量 需要注意的是 单独的长量或变量 也可以看作是表达式的一种 例如 执行A复值为3后 变量A中存放了数据3 变量的值有取之不进 复值即覆盖的特点 一旦把数据存储到某个变量中 那么此变量将一直保存着这个数据 在算法执行过程中 我们可以多次从变量中读取这个数据 这种读取是不会改变变量的值的 但是当我们把新的数据存放到此变量 那么原本变量中的值就被覆盖了 例如 执行A复值为3后 变量A中存放了数据3 再执行A复值为4加5后 变量A中存放的数据变为9 所以 刚才的算法设计中 如果直接让A复值为B 这样做的结果 是A的原始值被覆盖了 并不能完成交换的目的 即使颠倒这两个步骤的顺序 还是会引起同样的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 引入一个中间变量C 让它来做过渡 具体的步骤 还是请大家先在纸上画一画 我们等一下揭晓答案 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先将A的值存放到C中 要注意 这时A的值是不变的 然后将B的值存放到A中 最后将C的值存放到B中 这样就能顺利完成交换A比变量的值了 你做对了吗 当然正确的做法不止一种 先执行C负值为B也是可以的 然后执行B负值为A A负值为C 也能完成AB变量值的交换 总之 只要注意步骤的顺序 就能正确的得到问题的解 让我们来做一些练习题吧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一起来练一练 根据变量取之不进 负值即覆盖的特点 执行第一个步骤后 A变量的值为2 第二步B负值为A 所以B的值也为2 第三步B负值为3 那么3就把B变量中 原来2的值覆盖掉了 第四步C负值为A 变量C读取A的值 并不会影响A中原来的值 所以C变量的值也为2 你做对了吗 让我们来看下一题 第一小题中 变量A和变量B 都是整形变量 将它们的值相加后 再负给变量A 因此变量A的值是46 第二小题中 变量X和变量5I的值 都加上了引号 表示它们都是 字符串型变量 将两个字符串的值相加 也就是把它们的值 按顺序连接起来 再负给变量X 因此变量X的值 是字符串1234 你做对了吗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 据说古希腊数学家 阿基米德曾经得出一个公式 不需要测量三角形的高 通过三角形的三条边长 就能得到三角形的面积 这个公式 最终由古希腊数学家 海伦得到证明 并被命名为海伦公式 中国宋代的数学家秦九少 在1247年独立提出了三斜球基数 虽然与海伦公式形式上有所不同 但它完全与海伦公式等价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 已经具有很高的数学水平 由于任何N边的多边形 都可以分割成N-2个三角形 所以海伦公式可以用作 球多边形面积的公式 比如说测量土地面积的时候 只需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就可以很方便地算出结果 请大家设计一个小算法 可以通过三角形的三条边长 计算出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还是先从分析问题入手 请大家先写出 完成本算法需要涉及到的变量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算法涉及的变量有 三角形三条边长ABC 面积S 半周长P 其中需要输入的是边长ABC 需要输出的是面积S 算法处理的数学依据为海伦公式 接下来请大家在纸上设计出 本算法的流程图 本算法也可以由顺序结构来完成 算法开始后 依次输入三条边长ABC 由于海伦公式计算过程中需要用到半周长P 所以我们必须先执行计算P的值 然后才能使用海伦公式求出面积S 最后把S输出 这些步骤的顺序不可随意颠倒 你做对了吗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了解了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 同时 我们已经能使用顺序结构来构建简单算法 顺序结构可以解决输入 计算输出等问题 我们将会在后面的课程中 来学习算法设计中的其他结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老师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的方法是 输入三个数字 分别存放到三个变量A B C 中 然后 再输出三个变量C B A 的值 这样就完成了输入一个数 反向输出的要求了 我的流程图是这样的 小明 小明 你的方法看起来结果似乎是对的 可是我仔细看了问题 老师的要求是输入一个三位正整数 而不是三个一位数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老师给我们一个小提示 让我们思考如何 分别取出一个三位正整数的各位 十位 百位上的值 啊 我想到了 我可以用取余数的方法 我们一起试试看 同学们都很爱动脑筋 学习算法 就需要大家多看 多练 多思考 既然三条边不能组成三角形 那还怎么求面积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输出结果吧 或者输出零 如果不能组成三角形 这不是违反了算法可行性的特征吗 我判断算法可能会无法执行吧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 那么这个问题的算法该怎么设计呢 那还不简单 是三角形 就输出面积 不是三角形 就不输出结果呗 不输出 是不行的 算法 必须要有输出的 你忘了吗 我觉得 用顺序结构 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不能判断 你输入的三条边 能否构成三角形 这该怎么办呢 同学们 顺序结构确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你们将会学习一种新的结构 这个很简单 如果等于左边不是一个变量 那就肯定不是复制号 如果左边是一个变量 那有可能是复制号 也有可能是相等号 你看到老师给的提示吗 我认为 如果等于在处理框里 它就是复制号 如果等于 在判断框里 就是相等号 判断左右两边 表达式的值 是不是相等 我懂了 例如 如果x等于 三在判断框 含义是判断 x与三是否相等 而x等于 三在处理框 作用是把三复制给x 等号看似相同 但是含义不同 同学们要注意区分 今天的内容 大家都掌握了吗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和老师 进行线上答疑 好 本期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射近平 赏支持射际